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今天的節目 我是萬象赫 台灣股市在今天有一些震盪出現 需不需要擔心 我跟大家講不用擔心 好不好 這一次是給大家最棒的布局時機 接下來可能沒有這樣的機會了 我告訴大家今天的機會真的非常的難得 雖然說今天下跌 一度下跌還蠻多的 但是其實 反彈也很多 我們待會兒會來講 但是節目開始之前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明天會有新節目要上市 上映 新節目 明天晚上6點鐘 明天晚上6點鐘 所以你 如果還沒有訂閱頻道的朋友 趕快訂閱起來 記得啊 記得一定要開啟小鈴鐺 好不好 這樣子節目出來之後才會有通知 節目非常的精彩 記得一定要來看 這個禮拜我們 新的企劃新的節目 會給大家全新的感受 還有你這個 全新的這些資訊 好不好 那歡迎大家來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家全的部分 家全今天一度跌多少 一度跌200點 好像跌的很多 但是問題是什麼 大家看一下最後怎麼樣呢 最後只跌哪裡 跌93點 那表示什麼意思 表示在盤中的時候 反彈超過百點 我講這個非常的重要 盤中的時候一度下跌200多點 但是呢 反彈也超過什麼 超過百點 所以表示什麼 其實下跌的時候 下跌之後呢 有人開始在下面 持續在做一個買進的動作 是不是這樣子 非常的明確對不對 下跌的時候 有人在下面持續做買進 才會反彈白點嘛 不然怎麼會反彈白點呢 那我跟大家講 其實這個地方真的是非常好的時機 能夠讓你去撿便宜 找到更好的個股 那我一直在跟大家講 法人其實是什麼 他們什麼樣在操作的 漲上去了之後換股操作 法人也在做這件事情 漲上去了之後換股操作 然後呢 換到下一檔 繼續來賺下一檔 所以其實股票就是這樣在操作 不是市場上大家跟你講什麼 有些人每天跟你講殖利率嘛 對不對 然後告訴你存股還是講什麼 ETF現在 很流行嘛 ETF很流行嘛 那我昨天也算給大家看 我們最後再算一次 7-2法则要多久才讓你致富 大家算殖利率嘛 年利率多少嘛 實際上要非常非常久的時間 才能讓你賺到對不對 而且你能夠保證你每一年 譬如說 好像長榮好了 今年就不如去年 對不對 而且股價也上來啦 發的股力也沒有去年來得多啊 甚至在之前來得多啊 對不對 接下來我請問一下 你能夠保證你每一年利率都這麼高嗎 我相信很困難 很困難 所以你真的要利用正確的方式 才有辦法趕快的累積你的財富嘛 對不對 那我一直跟大家講最近都在講這個 今天去講 Lucky7什麼Lucky7 WiFi7 WiFi7 包括這邊有跟大家講這個節目連聯發科都提到了 是不是 那跟大家講WiFi7我也不是現在才講 五路財神 必買股 就跟大家講過年之前給大家的資料 叫大家趕快來拿 如果你還沒有來拿真的非常可惜嘛 對不對 後來叫大家趕快來拿 那跟大家講什麼 是不是跟大家看立基 是不是最近一直在講 萊姬最近一直在講 瑞育最近一直在講 我們來看一下最近怎麼樣 瑞育部分今天又創高 今天台股下跌 回檔這麼多 回檔一度回到200多點 然後呢 他有沒有回檔 沒有他去漲 今天繼續創高 582 582 那整個波段 告訴大家 我們家族在這邊買進 當時也跟大家講 現在有一個好的機會 你可以趕快跟上來 上車的機會在等你 結果你有沒有上車 你有沒有跟上我們做上車 有沒有做這個動作可能沒有 那後來就一路漲 對不對 到今天已經 接近30%了 28% 28% 對不對 還會不會繼續攻 還會不會繼續漲 那我告訴大家什麼事情 其實瑞育是什麼樣 往上做一個突破之後 很久沒有漲了 下面盤整時間非常久 盤整時間非常久 那我當時在這邊也跟大家講 這邊還留著 我們資料都還留著 美系外資是怎麼樣呢 在這個地方特別放新聞之後 在這邊倒貨 因為他在前面在兩年前 有被套牢 有被套牢 所以在這個地方倒貨 然後他就出場了 大家不要以為 外資都特別厲害 還是什麼法人都特別厲害 沒有後面這段全部沒賺 在這邊拼命的賣 看這邊量特別大看到沒有 拼命的賣 賣完了之後結果 股價繼續漲 就賣錯了 賣錯了 所以就是很好笑的 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講 不要去相信這些 外資法人 他們盤後的這些 我今天買超多少 賣超多少 你今天去看 錄影時間是剛剛結束 剛剛收盤 剛剛結束 你今天去看 可能外資又在大賣了 結果你會發現 今天股價怎麼反彈 跌下來之後反彈 然後是收在什麼 收在整理區間之內 所以基本上台灣股市 多頭趨勢還沒有結束 那再來呢 來劫的部分呢 來劫是不是也是一樣 突破 今天也是往上做突破對不對 到214 波段大賺 26.6 還會漲 還有機會漲 為什麼 因為剛剛才突破而已 然後呢 下面盤整 時間 非常久 這個叫什麼 叫低基期 好不好 叫低基期 前面漲了非常高 前幾年漲了非常高 然後跌下來在下面重新做盤整 時間非常長 現在輪到他了 Wi-Fi期 Wi-Fi期 一樣啦 叫什麼 如果有跟我們上車 就是你的Lucky7 那我一直告訴大家 怎麼樣才能做負利 正確負利 就是這樣一檔一檔負利 你本金會越來越多 好不好 本金會越來越多 不是說 我們今天要去存股 請問一下你存股 要花多久時間才能賺到這個 這麼多的這個趴數 很難啦 真的很難啦 好不好 真的很難啦 所以我告訴大家 正確利用方式來操作你本金才會快 增加了快 你這樣才叫做真的利用負利嘛 那我告訴大家 真的非常簡單 如果你挑對股票的話 你的本金一直在增加 一直在增加 好不好 然後呢 看一下 Lucky7 另外一道 利基 好不好 利基也是一樣 波段大賺 到這邊多少了 34%了 這邊帶我們家進去買的 這幾天都是給你上車機會 如果你沒有跟著我們操作 真的非常的可惜 尤其這幾天連續跌跌跌跌 跌根本就快要跌不下了 接下來還會再繼續漲好不好 跟大家講 一樣是低基期 一樣是低基期 但是你上車點就沒有我們漂亮 而且我告訴大家我們還在準備其他的個股 尤其今天是怎麼樣呢 今天是你上車非常好的機會 為什麼我這樣講 因為很多法人在這個地方大賣 又賣錯了 又賣錯了 所以很多個股接下來會有下一波 我告訴大家現在就是非常好的買點 很多法人在這邊賣 結果賣錯了 而且你看今天反彈又反彈很多對不對 表示什麼 有一些法人賣錯了 但是有另外一批人進來買 不是說每一個法人 法人跟法人我之前強調 他們在市場中也是互相吃對方 所以今天這個法人譬如說什麼 XX什麼 XX美 外資的美系外資賣出來 結果另外一批人出來接 結果另外一批人的實力更強 他的錢更多 就又把這個推回去了 那一樣意思 這邊連續也是有人在賣 但是根本賣不下去 好不好 還會再漲 還會這樣漲 所以 趕快跟上我們腳步操作 那我跟大家講的打法也是一樣 整個波段到今天繼續創高 56%了 好不好 56%了還會不會繼續漲 還會不會繼續漲 當然還有機會 還有機會 沒有說這樣就結束了 沒有這樣就結束了 那我跟大家講其實我們都是找到什麼樣的個股 都是找到 疊下來之後盤整在下面形成一個盤整區之後 有低基期的跡象有發動的跡象 資金開始進場有這個跡象我們才會進去做嘛 所以你就看到 一路就漲這麼多好不好 研發科呢 今天到哪裡 1160又創新高 又創近期的新高了 波段56.5 林研發科這麼高價股票 請問哪個老師能夠帶你賺到這麼高的趴數 我之前有些老師講 我看到電視上有什麼老師建議講說 林研發科他賺300% 我告訴大家沒這回事 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的事情 除非他買三年 而且他又漲上去又跌下來 這不是很好笑的事情嗎 所以不要去看亂看這些資訊 但是我告訴大家 我們從703而且當時節目就有提醒大家 大家可以回去看我們之前的節目 我們從700多塊一路買上來的 絕對完全沒有造假 節目所有的證據都留著 好不好 那我之前都有提醒大家 前幾天都跟大家說過嘛 那還有這個股票 跟大家講 一樣 還沒開始漲 一樣是網通家族 就有通負 接下來還會繼續供 這邊還沒突破 接下來準備要突破 然後 這一檔 一樣好機會讓你去買進 今天一樣怎麼樣大跌他也沒跌 還收下一件 都是機會好不好 趕快跟上我們腳步操作 我一直在講 接下來還有機會 正確利用什麼 負利的方式 我們就是這樣一檔一檔操作 然後你的本金就一檔一檔再增加 對不對 我跟大家講 如果你去看有些 我昨天看到有人講ETF 一年能夠 獲利10% 這種非常非常的少 那我跟大家講 你就要獲利10%你要要7年 你才會翻一倍 你要花多久的時間 你才能夠 致富 各位朋友 真的很困難 真的很困難 所以不要用這樣的方式在做股票 不要這樣用這種方式在做投資 七一的法則太難用了 好不好 趕快跟上我們腳步一起來做操作 我們那我一直在講 元宵過後還會繼續供 那 接下來重點時間是什麼 明天放假 明天28放假 我們這個 台灣股市不會再受到影響 但是我告訴大家 禮拜四晚上美國在公佈PCE 公佈了之後可能又會再 帶動下一波的攻勢 而且這幾天美國股市在這邊震盪 但是灰打都沒有底 灰打還在漲 半導體族軍還在漲 所以趕快利用現在機會進場來做一個把握 趕快利用這個時機 來做一個佈局 趁現在 好不好 歡迎大家跟上我們腳步來操作 下禮拜四再見 拜拜 哈囉大家好 我現在就在善導寺 我們就來看看 善導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聽什麼歌吧 同學同學 你現在耳機聽什麼歌啊 我在聽這個 訂閱理財周刊頻道 我也很喜歡這個 太有sense了吧 掰掰 按讚訂閱留言 跟我一起輕鬆理財